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上次录的是以为是丢的 但是其实没有 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看Fully Sink的气压 网络还会不会显示这个自我 然后经过了几天以后 它已经已经Fully Sink 然后我的网络它自己也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从我那边7月24号 这个它是昨天收到了吧 显示出来了11点20分晚上 就是昨天收到 但是我信已经信了好多天了 然后我们到那部电脑看一下 气压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是 我是 我是在7月19号 把我的气压发到这边去的 然后它24号昨天晚上Fully Sink 然后所有的气压才显示出来 我们今天再重新画一遍 这个拷贝一下 Copy 因为前几天又收到一个0.01 就是说把它划到我们的Copy 里面去比较安全一点 0.01 0.01 Feed是0 因为现在的Feed 是不要钱的 On Set 我们到另外一边去看一下 我们到另外一边去看一下 好 现在这个是0.01 Refresh 还没有进来 虽然说Sink 虽然说Sink 但是还没进来 这个时间 看下要花多久才能收到 7R的 钱包化中还挺慢的 再Refresh 好吧 那我们就等等吧 好 经过几分钟已经进来了 53分 0.01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本来这个是几秒钟就到了 就是说我刚刚去查另外一部电脑 就是说 我刚刚地址花错了 花给自己了 就是说 花给自己的钱包去了 不是花到这个里面 然后现在已经0.027了 然后我们回到另外一台去吧 现在我这个钱包里面已经没有7R了 变得0.00了 刚刚刚刚花出去 看见面 outgoing两个 这个地址是 这个地址应该是Pool的地址 叫Pool的地址 你看它是进来了给我的 然后我刚刚又花出去了 可能Pool的地址才会把它缓回来给你吧 然后我刚刚就说还好没有丢失 然后我又重新花到我自己的地址 然后就出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花给副地址 然后退回来给你 这还是不错的 差一点就丢失了 差一点就丢失了一个7R 难道是刚刚是有两个7R 啊 那我可能就丢失了一个没有 应该没有丢失了 刚刚是0.01嘛 好 就这样吧 这就是你 这就是怎么样把你的7R 花到你的Cold wallet里面 就是说如果Cold wallet没有Sync的话 你其实也是会收到7R的 就是要等它Fully sync 它才会那个展现出来 好 就